各位好,我是冰子,作为K社亲爹,青眼有着不少情话,时不时就刷一下存在感,而在这周,青眼又获得了更强力量。 这次我们就来看看这个K社邀请术,精灵龙的究竟进化,同时看着隔壁黑龙泪流不止的,SE47青之眼的光临,白之少女,青眼少女在龙之灵庙呼唤白龙降临,身上服饰有原本青眼白龙的蓝白花围样式,变更为青眼究竟进龙的金色花围样式,更加华丽一点。 一效检索,手卡或者厂商这张卡送幕,从手卡墓地卡组,选一张真正的光在魔法性领域放置,明显是在致命原作,用其杀了的生命为代价,白龙化为石板,成为真正光。 二效刺掉特照,刺卡在墓地,自己将青眼白龙偷入召唤才能发动,将它偷入召唤,象征白龙和它的异地中心。 三效时墓地特照,刺卡成为攻击或者效果对象时发动,从墓地建一只青眼白龙或者一星的光数性调整偷入召唤,非常强硬的新卡。 丢弃自己表色放置本家关键卡之一真正光,因为是放置不会被灰掉,表色放置仰勇去陷阱真正的光不用等一回合,可以立马发动效果。 虽然不能再像青眼少云那样,从手卡卡组拉经验,但相对的选择面更加宽泛,可达成的combo也就更多,是一张效果和利益我斗魂喜欢卡,唯一的槽点就是卡图,这鼻子太入戏了。 真帝王海马,原型的帝王海马是海马的K卡之一,原创的奈亚片里担任过海马的卡组通令,也算是代表海马的怪兽之一,对比以前身材更加壮硕,而且进化之后就突然均影成了调整怪兽,还很贴心地从海龙变成了龙族。 契合了本家新LINK1的召唤条件,1效果作为补点从手卡自跳,场上有青眼白龙存在,从手卡将此人特入召唤。 二效挑新,以自己赏上一张光水性调整为对象,使一等级上升1或者下降1,能够主动触发白只少女取对象效果,再通过调整进行同调展开。 三效在这张卡从场上送梦可以发动,从卡组将自身以外的一只青眼或者基础有青眼白龙的怪兽送去墓地,可以通罩自身然后LINK青眼精灵,接着从卡组送下白只少女,达成启动combo。 青眼龙轰灵,卡组是青眼白龙对约咆哮,设计灵感可能来源于高桥老师的月下青眼一画,一效是卡组、墓地、除外区的一只青眼怪兽手被表示的特入召唤,但在自己赏上没有青眼白龙存在,这个效果只能用来特召青眼白龙,同时还有个字数,这个回合不是龙族怪兽,不能从外卡组特入召唤,不过对于白龙卡组倒是无所谓,可以特召青眼白龙跟着起跳墓地的白只少女同调召唤青眼精灵龙。 二效给的是融合,把墓地的展卡除外,包含青眼怪兽,自己收卡卡上怪兽作为素材,进行融合召唤,虽然看起来不如揪一融合,可以将墓地的怪兽也作为素材,但究极融合只能融合以青眼白龙或者青眼究极龙为素材的怪兽。 轰灵可以召唤更多对素材要求比较宽泛卡,某些时候可能起到意想不到效果,青色眼镜祈祷,卡图很明显是25周年PV,狗K果然是照着PV出新卡,苍眼银龙应少女的祈祷降临于龙之灵妙,异效果丢其较手感发动。 从卡组将自身以外的一张既是有青眼白龙的骂陷阱和一只光水影一星调整加要收卡,精准检索两张本价含金量不用多说,可以检索青眼龙红灵以及白日少女,也可以检索修约荣和和祭司,让白龙卡组的展开更加灵活。 二效果是一张目的的自身除外,从卡组选择一只青眼怪兽作为装备卡,给场上青眼白龙装备,攻击力上升400,可以与装备只能青眼救一龙然后送墓,是这次补强中最重要的单卡之一。 白龙之微光,一效是不取对样三诈,选择自己手卡厂商目的的青眼白龙,最多三只给对方确认,接着将确认数量厂商卡破坏,二效果是一张目的的自然卡除外,直到等级合计与一只怪兽相同为止,把手卡厂商的青眼白龙解放,从手卡进一只一只怪兽召唤,青色眼睛精灵,素材要求更加宽泛,四星以下龙族,魔法师族怪兽一只,也就是说不管是此次的新卡,真帝王海马,还是之前一种青眼一星怪兽,都可以拿来做素材。 也体现了青眼白龙和青眼一族的联系,一效链接召唤发动,从卡组把本家关键场地,光着灵堂加入手卡或者送入墓地,二效果是自速,只要张卡在怪兽区存在,不是龙族怪兽不能偷出召唤,三效解放自身,从手卡目的选择一张青眼怪兽偷出召唤,这个效果从墓地偷出召唤的怪兽不能攻击,效果不效。 如何补强一个卡组,最简单错了方式之一,就是补强一张灵刻一,而白龙的灵刻一也确实称上的强力,一效果解锁光着灵堂后,通过灵堂效果将青眼白龙送墓,接着发动三效果解放自身特照青眼,目的的白龙少女就能跟着起跳,青眼卡组的运作更加丝滑,卡组是白龙精灵在光着灵堂的雕像中诞生。 接着是这次青眼的新大哥,青眼究极玲珑,身上的金色与紫色纹路更加多样和明显,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究极之后精码出了三个偷,需要调整两只以上加调整以外青眼怪兽一只,从素材要求来看很冒出,需要两只调整加青眼,但它并没有像药变等十二星大哥一样,有不用同调召唤本能投入召唤限制,也就是可以用青眼精灵龙来直接将其特照,接着再用红龙来展开,一效发合分,只要这张卡在怪物区存在,自己目的的卡就不能被拨打,接着是这次青眼的新 二效有三色康,卡的效果在场上发动时,可以将那个效无效,同时这张卡的攻击力只要回合结束还能上升一千,三效还能特照,这张卡被战斗效不外发动,从目的将自身以外的龙族光组圈怪兽偷入召唤,很好地配合了金恩龙拉出怪兽,回合结束时会被破坏的负面效果,最后一张也是最后公布的卡,蓝眼鹰龙,不论是卡名还是卡图,都会让人联想到另一张同调怪兽,苍眼鹰龙,不过它是超亮,需要两只八星龙族怪兽超亮,对于总是高兴的龙� 从中度来说,这个要求很简单,一小时而擦,这张卡超亮召唤成功发动,对方场上所有表色表射卡需要无效化,二小时而限制,没有通常怪兽作为素材的这张卡无法直接攻击,意思就是要用七眼白龙超亮,三效去除一个超亮素材,以目的或者除外状态的一只通常怪兽为对象,把那只怪兽偷入召唤,并且攻击力上升一千,作为最后步枪,蓝眼并没有回应大家的后望,一效果虽然无效,但与蓝眼鹰龙对比就可以发现明显弱点,因为它是需要发动,而不是登场试用 只有给对手连锁机会,而且超亮怪兽无法用精灵的效果准备召唤,想用加速超亮也比较麻烦,三效果虽然比参眼鹰龙强了一点,可以拉储外屈的怪兽,但还是只能特召通常怪兽,只有在后手突破的时候,蓝眼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总的看下来,这次七眼的新卡一就是枪,无愧是K的亲爹,待遇就是好 也是向我们又一次证明了,狗K不是不懂家乡,只是不想而已 我是小小兵子,感谢大家支持这个收看,喜欢每一视频,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对于喜欢时卡的游戏曲,也可以来小天看一看 如果有下期的话,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